因為大谷翔平因為右手軸的尺側副韌帶撕裂傷 本賽季確定是不再登板投球了 不過天使隊在25日也發出了聲明 說大谷翔平還是會繼續擔任指定打擊 事實上大谷翔平在雙重賽的第一場結束後 就到醫院檢查 當時就知道韌帶有損傷的狀況 不過他還是回到正中 並在雙重賽的第二場繼續出賽 賽後診斷為韌帶撕裂 本季不再投球 而當被問到是不是因為過重的工作負荷 導致大谷翔平受傷 天使總管梅納希回答 不是的 他多年來一直都在做他所做的事情 受傷是難以避免的 不過25日天使隊宣布 大谷翔平將會繼續擔任指定打擊 這也意味著日本投打對決 還是有機會實現的 有在玩英雄聯盟的網友們趕快看過來了 因為這個消息可能會讓你覺得很興奮 就是英雄聯盟的最新英雄 Briar他的美術圖 在國外的論壇被曝光了 最近就是畫面上這個 他其實畫面中看起來像一個吸血鬼少女 而且他還就是露出了他的腳趾跟他的大腿 那其實就被很多網友說很興奮 因為其實前陣子才剛推出了新的一個角色 對那沒有想到又再推出一個新的 不過這個圖片他在曝光之後 就馬上遭到了版主的移除 並且強調說這是缺乏官方證實的 不過有些網友就推測說 這都已經到了一個完稿的程度了 很有可能只是一個行銷的手法之類的 所以也對於這個角色是不是會真的推出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期待 就像那個玩家不曉得有什麼看法 也可以留言來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好 接著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藝人NONO 因為性侵性騷案被告 老婆朱海鈞也接連受到了影響 幾乎是停工的狀態 而朱海鈞他之前上節目的時候 其實有被問到說 發生了哪種慘況 不希望被說破時 他是選擇了失業沒工作的這個選項 而這個選項其實跟他的現況非常貼近 朱海鈞之前在節目上回憶起產後付出的第一年 由於時間點剛好是接近跨年晚會 但從10月開始都沒有下文 媽媽還一直問說 你上次說公司會幫你接跨年廠 接到了嗎 有談好了嗎 他只好跟媽媽解釋說 名單都有提報上去 應該沒問題吧 結果等到12月中旬 跨年演唱會海報上都沒有看到他 媽媽又擔心的打電話追問 他直言說自己也不清楚 只好回應公關公司 通常都會飆得比較晚一點 沒有想到到了12月31號當天 海報上還是沒有出現他的身影 面對媽媽不停的關心 朱海鈞是無奈表示 我已經沒有工作就已經很難過了 透露那一整年真的只能在家裡躺 情緒還是得靠自己消化 真的是恐怖情人 大家要特別注意呀 這個是彰化在2021年發生的 一起斷根慘案 有一名女友懷疑說 她的男友出軌 竟然就在這個花雕雞泡麵中下藥 然後讓男友吃完之後就昏睡 就熟睡了嘛 那她是拿出了剪刀 剪斷了男友的生殖器 再把這個斷根沖到馬桶裡面給沖掉 然後男友醒來之後發現自己只剩下1.5公分 警銷合力把男子抬上救護車 脫下褲子仔細一看 她的面根子竟然被剪得只剩下1.5公分 這起驚悚的斷根案件發生在2021年 彰化一名馮姓女子懷疑黃姓男友出軌 便趁她喊著要吃花雕雞泡麵時 把安眠藥加進去 男友一碗面下肚 果然呼哭大碎 馮女就拿出料理剪刀剪斷男友的小兄弟 再把斷根沖進馬桶 手段相當殘忍 而馮女事後自首 堅稱有男友劈腿的錄音檔 但男友不承認 還想要拋棄她 趕走她 她忍無可認才出此下撤 檢方依重傷害罪起訴馮女 雖然馮女律師說她有身心疾病 但法院向療養院看驗後 認定馮女是一時衝動 和身心疾病的關聯性不大 不過馮女之首 經檢刑後 一審依家庭暴力罪之重傷害案 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馮女不服提出上訴 但二審程審法官認為判決沒有不妥 予以駁回 全案仍可上訴 持續帶您關心社會消息 國道一號的南下路段 在今天上午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故 一輛遊覽車 因為不明的原因起火 現場濃煙是不斷的竄出 而車上的乘客也緊急逃出車外 帶您來看雙手的畫面 事件發生在今天上午11點22分左右 國道一號南下22.3公里處 一輛遊覽車因為不明原因起火 現場濃煙不斷竄出 遮蔽了後方的視線 警銷後報到場後 趕緊布水線搶救 所信車內人員逃出 而詳細的事故發生原因 以及經過 仍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感謝 助理 谢谢观看